这里呢就是菲律宾著名旅游景区 长天斗 我们住的地方还挺市井的啊 哎呀 刚瞇灯一会儿啊 现在准备出去溜达溜达 鸟哥是再不起床 哎呀 天都要黑了 他居然以说要看完我的视频为借口 我说真的是浪费时间的 我们吃啥 韩国面条 先看一下 这可以啊 我们住的对面就是海鲜排档 你看看 哇 也蛮贵的 哎呦 怎么了 海水 怎么海水怎么是绿的呀 说我眼神不好吗 还是没睡醒 这海水怎么绿的绿色啊 你说透明的吧 我说的是先稳啊 又没说这儿 这儿我也第一次来啊 看一下看一下啊 这真的就是号称菲律宾最好的海岛啊 长滩岛啊 这所有人都在给我推荐呢 我这一过来这一看 这个沙滩太夸张了吧 这全是藻类 这水啊真的是绿色的呀 看不见啊 哇 这个 就跟那个菠菜汤一样的 这个还敢下海游泳吗 这个 这个逗我呢吧 这个 全是这个东西啊 哎呀 我跟鸟哥 我们还定了三天的住宿呢 鸟哥来发表一下 你对长滩岛的感觉 这个人口太多了 哈哈哈 肯定会污染 这个负营养化啊 你看这个藻类的 这种长成这样子 哇塞 那这样子下海 下海都没法游泳啊 我们要去这个岛别的 偏一点地方可以 偏一点地方去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先吃饭先吃饭 哎呀肚子饿了 这里火是不错 但是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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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这搞了个小篮球场呢 看一下 这是3v3 来我们看一个球 我们再走啊 直接投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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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了一下 我们两个就选择一家韩国餐厅 就这一家 我们两个嘿嘿嘿 先来两碗冷面 哎呀我好喜欢吃这个 来来来 这是醋柠檬醋 再酸一点啊 一碟泡菜 点了份炸鸡 哇 我是超级喜欢吃这个的 这还带冰块的这种呢 这碗冷面啊 400块钱 嗯 还算不错 我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冷面了 现在才发现没有牛肉 这家店 点了个炸鸡 哎呀吃吧吃吧 嗯 味道确实不错 因为现在夏天嘛很热 吃个冷面 我们先吃一顿 晚上再吃个小夜市 这是韩式烧烤 哈喽 哇 这个老友记还是烧烤 这边真的是韩国人的天下啊 我看了很多韩国人开的店 一品鲜 旁边还有个红楼火锅 看一下一品鲜的菜价啊 他这所有的这鱼呢 都是季节性价格 意思就是浮动了 那所有的海鲜都是浮动的 按理说季节性的话 那也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变嘛 是不是 完全可以标出来的 哈哈哈 就这种炸鸡什么的标了个价 这还有一家中国超市呢 看到没有 那边还有大排档卤料面食麻辣烫 看一下这边就是红楼火锅 一品鲜 还有韩国餐厅 人参四格兆 这是个中韩混血的超市吗 哦 这都是韩国美女啊 这边呢 是一个市场 哎呀 逛逛街咯 算是步行街咯 这就是海滩 晚上了人都出来了 一是凉块 二是过来看落日 看一看游客还蛮多的呀 哎呀 很多人在这打卡拍照啊 海面上还很多的帆船 本地渔民划着船 应该是带游客溜达的 看一下 蓝色的帆 太阳已经落山了 这里啊 还有这个玻璃船拍照服务呢 看到没有 这个海水 这个绿色的呀 这个拍张照片 你还以为你在呼伦贝尔呢 来的有点晚了 太阳都落山了 你看这很多小船啊 哦 就在岸边 我去过去跟渔民谈一下 出海浪一圈 我可能去了太多的海滩海岛度假 就这个水质我肯定是不会下水的 这个太夸张了 这个 你这个包拉链多 哎呀太夸张了 123455个拉链 后面还有一个 六个 哎呀 我在想你丢过东西没有用这个包 丢过东西啊 没有丢 用了这个包就没有在东西 哈哈哈哈 因为它东西都分开的 把在口袋里都把别的东西带出来 然后这个 这个人家就觉得都是拉开的 知道吧 懒得到 鸟哥还是厉害呀 这必须下个水啊 哈哈 哎呀太阳也落山了 我们考虑一下 还是慢慢悠悠地晃回去 沙滩边上溜达溜达 这店铺蛮多的 吃饭也方便 造孽呀造孽呀 人家这边自住看到了吗 晚餐才9901000 我俩刚才吃的那个韩国冷面 外加上点了一份炸鸡 两个人吃1800 入场费300一位啊 喝上一个菠萝汁 来来来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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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还是来这家吃饭吧 就在海边儿 还有表演节目呢 比那个酒吧要好一点哦 这个餐厅很不错 他这家牛排店价格还可以啊 真的到海边儿来啊 就海鲜贵啊 好了拿上一桶水吧 八十块钱 五公斤 OK 哎哟 好了 准备回去了 那边还买了一个西瓜 这西瓜也很贵的 十块钱人民币一公斤 哎呀 回来了回来了 先把这个脚冲干净 这溜了一圈啊 就是现在是四月份 四月份 就是不建议大家来长滩岛 因为我查的消息说是 从二月份吗 还是几月份开始 反正到四月多份 然后至五月份吧 反正就是一直是有这个海藻的 所以呢 长滩岛的这个沙滩 或者是这个海水就非常的绿 知道吧 这一下子 就是我没来之前 说实话啊 这个长滩岛呢 就很多人推荐 知道吧 就像什么 菲律宾最最好的海岛 最美的海岛 最好的沙滩 最美的沙滩 就是这个灌树这个思想 我就要求 就感觉蛮高的 结果呢 到这边一看 从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外加上 确实是这个季节过来 非常尴尬 我连水都不想下 太绿了知道吧 就是 跟那菠菜汤一样的 不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到这边来啊 好了 明天呢 在岛上其他地方转一转 希望能找上一个特别干净的地儿 好好的去游个泳 付钱一下 我明天再试一下看 查一下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的前点 SCOBA代位 但是我在网上翻了一下 好像也没什么 都是一个特别 就特别常规的方带 就是欢乐钱 你看一下珊瑚什么的 好像那个东西的话 对我兴趣也不太大 知道吧 现在咱不是看 不是看鲨鱼 不是看金鱼 什么的 已经是提不起兴趣的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 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赞 就这样子 拜拜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 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谢谢大家